这是一场恐怖的猎杀游戏 只不过这次猎杀的对象不是动物 而是活生生的人 猎杀者给男人留下了一把刀 男人急忙割断了束缚 听令朝着山下跑去 可是不管他怎么呼救 周围只能看见猎杀者无法摆脱的身影 眼见三分钟时间就快到了 男人终于发现小路上停了一辆车 但是车内并没有人 此时猎杀者已经跟了上来 可以看出来猎杀者的枪法极好 只是步一步打中男人 享受着猎杀的快胆罢了 终于在他玩腻了的时候 一枪击毙了男人 就这样猎杀者仍不罢休 从背上抽出了大砍刀 就在这时 车主已经回来了 质问是不是猎杀者打碎了他的车玻璃 等到猎杀者转过身来 车主才发现不对劲 等到联邦调查局赶到的时候 现场只剩下一具没有头颅的男人 还有那个无辜被杀害的车主 根据无头男人身上的证件 探员调出来他的身份 男人叫约翰 十年前被起诉侵害少年卡尔文 但是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加上证据不足最终撤诉 这让探员们感觉到 也许是受害者卡尔文长大了 展开了这次复仇行动 这个被杀的车主佩戴了头戴摄像机 清晰录下了猎杀者行凶的画面 可以看出来 这个猎杀者并不害怕暴露行踪 明明发现了摄像机都没有驱走 正在联邦探员调查的时候 猎杀者再次开启了猎杀牧师 他绑架带来一个律师 先是宣判他替约翰辩护 导致坏人逍遥法外 要对他进行私刑审判 念在他是女人 给他20分钟的逃跑时间 猎杀者享受着猎杀快乐 掏出一颗苹果慢悠悠地砍了起来 等到联邦调查局发现女人尸体的时候 跟被杀的约翰一样死状恐怖 已经被人割去了头颅 现在死去的两人 都是约翰姓亲爱的关键人物 那么这个被侵害的少年卡尔文 顿时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而此时的猎杀者卡尔文 仿佛已经上瘾一般 不断在纸条上写下一个个名字 随后打开一个睡袋 这里面早已有个被他绑架来的男人 他拿过刚刚写下的名单字条 让惊恐万分的男人挑一个出来 联邦调查局马上来到了卡尔文的家中 但是来晚了一步 卡尔文已经带着被他绑架的男人离开 现场只剩下那两枚被他割下的头颅 现在很明显 卡尔文长大以后 为了报复当年逃过法律制裁的性侵者和律师 这才做下这起案子 只不过已经大仇得报 不明白卡尔文为什么还要继续绑架杀人 卡尔文带着睡袋里的男人 根据他挑出的名单 也把名单的男人绑架过来 原来这两人都是服刑出狱的强奸犯 卡尔文认为法律惩罚的太轻 准备狠狠教训一下这些人渣 于是他设定了一个规则 谁先跑到二楼 就可以放谁离开 两人急忙往二楼冲去 路上居然还有卡尔文故意留下的手枪 为了能活虑 拿到手枪的男人不断开枪 将自己的竞争对手击毙 不过卡尔文根本不准备放过他 只凭一把弓箭 便将这个男人私刑处死 接到报警的联邦探员头都大了 看来卡尔文少年时受到侵害 导致心理已经发生了扭曲 现在不但处死了侵害自己的人 已经发展到想要成为侠客 惩罚社会上的罪犯了 那么这种猎杀肯定还没结束 果然卡尔文又盯上了一个虐待儿童的罪犯 他根本不担心暴露行踪 大庭广众之下 便将这个男人绑架带走 由于现场很多目击证明 记下了卡尔文的车牌照 联邦调查局马上带着行动队 追踪卡尔文的车来到了森林 但是这里已经是卡尔文的主场 他连开两枪 精准地击中了行动队员的腿部 看来是警告探员们不许在靠近 探员们不为所动 马上分散开来 全面搜索卡尔文的位置 经过一番搜索 终于发现了被绑架的虐童男人 卡尔文埋伏在暗处 继续开枪警告不许靠近 并且通过男人胸前的对讲机 表示自己是未明除害 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私自杀人处决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狙击手还在寻找卡尔文的位置 探员准备冒险一试 趁着烟雾淡眼 探员急忙去解救被绑住的男人 卡尔文视线受阻 只能凭感觉开枪射击 这下正好中击 被联邦狙击手发现了藏身位置 哥伦比亚拉斐尔集团的大毒枭 刚刚被引渡至纽约 便被埋伏的狙击手一枪毙 掀起了该集团的子女争权的序幕 紧接着纽约一家珠宝店的门口 武装押运刚刚驱走一批蓝宝石钻石 两个蒙面匪徒已经赤枪靠近 混乱的争斗中 两名押运员和一名匪徒当场死亡 剩下一名匪徒重担逃 联邦调查局很快赶赴现场 死去的匪徒是一名惯犯 哥伦比亚人在业内已抢劫出名 有约警方一看富商逃跑匪徒的照片就知道 这是死去匪徒的搭档 两人都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惯犯 争破难度并不大 虽然损失了千万的蓝宝石 但是珠宝店的店长并不担心 他们每年都支付了巨额的保险费 所以对于珠宝店来说并没有损失 联邦探员翻看了珠宝店的监控录像 发现一名打扮妖艳的女人跟店长关系不一般 怀疑该女子是提前探路的匪徒同伴 但是店长并不同意这个说法 他认为自己魅力十足 吸引了这个女人主动投怀送抱 看着店长的座样 联邦探员根本懒得搭理他 问到了女人的地址后 直接来到了他的家中 女人仿佛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浑身布满了伤痕一直发抖 这让女探员克里斯汀看得触目惊心 克里斯汀开始审问女人 眼见女人一直不肯开口 克里斯汀露出了浑身愈合的伤疤 和女人身上如出一辙 原来克里斯汀年轻时候 曾经卧底哥伦比亚拉斐尔贩毒集团 身份暴露大毒枭的大儿子奥斯卡折磨 好在联邦调查局及时营救财性美娱难 联想到女人和两名劫匪都来自哥伦比亚 克里斯汀感觉就是奥斯卡干的 女人放下了心理戒备 交代了一切 拉斐尔贩毒集团的大儿子奥斯卡 逼迫女人接近珠宝店店长 幕后主使发动了这期抢劫案 此时的一家私人诊所 医生正在给受伤逃走的劫匪疗伤 奥斯卡一脸阴沉地走了过来 得知钻石已经到手 直接开枪打死了杰弗 拿走了那包价值千万的蓝宝石 现在整个线索连通了起来 根据缉毒局的信息 哥伦比亚拉斐尔贩毒集团的老大被狙击手射杀 极有可能是大儿子奥斯卡干的 因为奥斯卡脾气暴躁有勇无谋 爱儿子曼努尔专心做合法生意 却不肯让大儿子奥斯卡接管 还将奥斯卡的账户冻结 那么抢劫钻石也有动机了 正在这时 联邦调查局接到了一个 自称叫露西亚的女人电话 这个露西亚是被杀大毒枭的小女儿 当年和卧底的克里斯汀关系最好 结果克里斯汀身份暴露 联邦调查局营救的时候 还抓住了露西亚关入监狱两年 这让一直利用露西亚的克里斯汀非常内疚 决定和露西亚见一面 两人约在了咖啡馆门口见面 原来奥斯卡为了接手贩毒集团 不但杀了父亲 还想干掉二弟和小妹 这让露西亚非常的害怕 希望克里斯汀面在旧情 能利用FBA的力量保护自己 正在这时 射杀老毒枭的狙击手再次出现 跑在联邦探员一直埋伏附近 及时发现了她的踪迹 这才让露西亚逃过一劫 但是狙击手早有接应准备 联邦探员并未能将她 克里斯汀将露西亚和那个受伤的哥伦比亚女人 安排在一间安全屋内 根据露西亚透露 父亲被杀死 二哥曼努尔也来纽约了 准备找奥斯卡对峙一下 要他亲口承认杀了父亲 并告诉克里斯汀曼努尔在纽约有个名画展馆 这里面每幅画都价值连城 联邦探员化妆了一下 伪装成顾客进入了展馆 曼努尔表示自己做的都是合法生意 父亲被杀自己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他不相信大哥奥斯卡会杀了父亲 只不过自己来了一天 都没有能联系上奥斯卡 结果联邦探员刚刚才走 奥斯卡已经偷偷来到楼下 两兄弟在车内见了一面 曼努尔才是接管贩毒集团的新老大 他们也非常愤怒 不知道暗中杀死父亲的凶手是谁 奥斯卡拿出那袋钻石 和曼努尔组建兄弟联盟集团 他会给奥斯卡介绍欧洲最大的客户 露西亚人在安全屋 突然之间腹部疼痛男人 紧接着就晕了过去 吓得受伤女人赶紧叫联邦探员送他去医院 联邦探员已经监视了曼努尔的话了 结果拍到了两兄弟会面 这就说明 曼努尔从头至尾都在撒谎 他一定参与了贩毒集团生意 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 联邦探员准备追踪奥斯卡的保时捷卡验 看这两兄弟到底搞什么鬼 果然此时码头的邮轮上 曼努尔已经约见了欧洲最大的客户 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隐秘 用来包装名画的画框 居然都是高纯度白面 每个画框5公斤 要多少就给客户发多少 曼努尔准备把客户介绍给弟弟奥斯卡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奥斯卡的卡验已经被连钓局盯上 悄悄跟踪来到了邮轮 奥斯卡也发现了他们 急忙跑进了邮轮 击毙了看守小地坑 探员们进入了邮轮内 但是这里手机信号被毒贩屏蔽 无法呼叫支援 不过也有个好处 就是奥斯卡没法通知曼努尔探员们来了 大家只能分头行动 寻找兄弟 下路 奥斯卡逃跑的时候 蓝宝石洒落了一地 克里斯汀一路跟着蓝宝石寻找奥斯卡 联邦探员也找到了曼努尔的房间 将这伙人当场抓获 奥斯卡还在乱窜 被克里斯汀堵在死角 面对当年这个差点折磨死自己的毒贩 克里斯汀充满了仇恨 奥斯卡还想着反抗 趁其不备和克里斯汀扭打在一起 最后被他抓住一根电线 将奥斯卡当场勒死 本以为一切结束了 结果医院传来消息 路西亚根本没有中毒 一切都是他装的 克里斯汀这才反应过来 路西亚才是杀死父亲的幕后黑手 利用了联邦调查局 清除了两个哥哥 大家全被他耍得团团转 路西亚已经和他的狙击杀手一起 登上了回哥伦比亚的专机 成为拉斐尔贩毒集团新的掌门人 在一处黑人聚集的平民区 联邦调查局很快赶赴现场 胆赶在市中心发起炸弹袭击 这些歹徒也太过于张狂 但是正当救援队搜索抢救伤员的时候 第二轮炸弹袭击开始 经过两轮的炸弹袭击 黑人平民区的这所大楼凤然崩塌 在纽约进行如此高调的恐怖袭击 惊动了政府高层亲自来到现场 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造成26人死亡 伤者无数 而且全是黑人 这次袭击活动影响不是一般的恶劣 根据大厦管理员交代 大厦内居住了一个黑帮成员 整日嚣张跋扈高调行事 极有可能是他的仇家的报复行动 通过身体残缺的装扮 联邦探员在废墟中发现了这名黑帮成员 只不过他已经被当场炸碎 只剩下一条腿还可以辨认 这个家伙是个愣头青 平日里树敌无数 每个仇家都想将他置于死地 根据指挥中心不断的深挖排除 一个仇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于是探员丹尼尔和贝拉 来到了这个仇家经常活动的地盘 不一会就发现了他的踪迹 联邦探员马上跟了上去 正准备将他抓捕回去审问的时候 包括仇家在内的数十名黑人当场死亡 现在很明显不是黑帮之间的争斗 而是针对纽约黑帮的集体袭击行为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能力 敢于挑战整座城市的黑帮 还没来得及继续调查 体育馆内又发现了一枚炸弹 好在这个炸弹被人提前发现报警 拆弹专家及时赶到拆除 这才避免了再一次的炸弹袭击事件 这已经是第四枚炸弹了 这座体育馆也是黑帮小混混喜欢聚集的地方 看来这又是幕后黑手的一次针对黑帮的袭击行为 这是一种六颗手榴弹连在一起 有手机控制的自制炸弹 联邦探员马上调取了附近监控 终于查到是一个满脸纹身的男人 将这个炸弹包交给了体育馆的一名擎杂工 虽然面对监控这个铁板钉钉的事实 擎杂工由于家人被威胁 选择宁可坐牢也不透露幕后主持者的身份 监控也拍下了这个满脸纹身的男人 经过沿街监控不断追踪 很快查到了纹身男的藏身处 丹尼尔和贝拉抄起一杆线弹枪 直接冲到了纹身男的门外 纹身男知道无路可逃 拿自杀威胁探员不准靠近 当他想找机会冲出去的时候 被丹尼尔一枪打中防弹衣倒地 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制作炸弹的材料 还有一个装手榴弹的空箱子 一箱30枚手榴弹 6枚做一个炸弹 总共可以做5个炸弹 现在已经爆炸3个拆除1个 这就说明还有一个炸弹没有被找到 纹身男和勤杂工一样 宁可坐40年的牢 也不愿意交代幕后黑手的身份 正在大家以为线索中断的时候 其中一名探员搜索了历史案件记录 发现这些炸弹袭击案的制作和袭击手法 跟一年前的一起爆炸未遂案极其相似 当时警方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丹尼尔和贝拉再次来到监狱 准备看看能不能从勤杂工口中 问出罗伯特的消息 但是他们来晚了一步 勤杂工已经在监狱中被人杀害 看样子是幕后黑手帕暴露信息 采取了灭口的手段 有这么通天手段呢 让探员们更加坚信就是罗伯特所为 罗伯特此时还在电视上夸夸其谈 声称黑人趋过于混乱 暗示那些炸弹袭击都是黑人或者外来种族所为 黑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分因素 明里暗里的煽动大家应该种族对立 打压黑人和外来种族 与此同时 纽约正在召开一场少数族裔的会议 这让贝拉基本可以确定 最后一枚炸弹应该就在会场内 联邦探员赶往赶赴现场 紧急疏散参加会议的人群 这时发现了一个人鬼鬼祟祟 联邦探员马上追了上去 经过一番搜索 果然发现了装有炸弹的手提袋 仍然由一部手机控制 探员急忙开始动手拆除 与此同时 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没有找到关于自己的证据 眼见会场内人都快疏散完了 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 罗伯特声称要给律师打电话 其他的不愿意再谈 罗伯特慢慢地拿出手机 拨通了炸弹绑定的手机号码 正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 对面却传来了联邦探员的声音 原来探员已经拆除了炸弹 并且逮捕了安放炸弹的逮捕 这个电话也暴露了罗伯特正式幕后主使 只能乖乖束手就勤被联邦探员带走 两个手持半自动突击步枪的蒙面匪徒 拦下了一辆行驶中的校车 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 将校车上面的学生绑架带走 联邦调查局很快赶赴现场 学生的手机全被匪徒收走损坏后丢掉 可怜的司机也被一枪爆头扔在了路边 校车被劫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联邦调查局顿时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根据现场废弃的学生手机 技术部门恢复了其中的数据 其中有一部手机拍下了匪徒上车的影像 联邦探员敏锐地注意到 一名匪徒左手手套的小目指是空的 这就说明这个匪徒没有小目指 这是个很明显的特征线索 虽然匪徒挑在没有监控的路段下手 但是通过其他监控 发现这几天一直有辆车尾随着校车 很明显就是案前探路 联邦调查局马上行动 来到了车辆主人工作的地方 车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被联邦探员团团围住 车主是一个濒临破产的男人 乌漏偏逢连夜雨 车子上周也被偷走了 不过车主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都没钱加油了 所以车子开走的时候油箱是空的 必须去附近加油才行 排查了附近的两个加油站 联邦探员终于查到了偷车贼 偷车贼戴了帽子看不清证明 但是他的手无聊是伏在了加油箱上 这个位置平时人触碰的不多 指纹小组很快提取了清晰的指纹 锁定了偷车贼吉文斯 而且他的身高体型 还有缺失的小拇指 完全和两名劫匪中的一人吻合 由于此事过于重大 联邦调查局两个精英小组联合行动 正在这时 匪徒给州长发来了勒索信息 他们知道这个案件的影响力 所以并没有联系任何一个家长 而是直接问州长要价1000万 他们知道 州长迫于舆论压力一定会付款 丹尼尔和哈纳来到了吉文斯的住址 正好碰见他在楼下的垃圾 双方随即发生了交战 等到丹尼尔冲到楼下的时候 地上的血迹说明吉文斯已经受伤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吉文斯发动车辆逃脱了追捕 指挥中心查到了吉文斯的手机号码 马上指引丹尼尔追了上去 但是奇怪的是 最终手机信号停在了一辆垃圾车上 司机并没有见过吉文斯 经过一番搜索 吉文斯已经死亡 不知道怎么跑进了垃圾车里 另一组探员已经找到了吉文斯丢弃的车 但是血迹都在副驾室 说明当时他是坐在副驾 有人开车接走了他 然后看吉文斯已经不行了 所以将他丢进了垃圾桶被垃圾车带走 监控清晰地拍下了驾驶员的面容 没有案底记录的凯恩 但是他的丈夫泰勒 却是一个白人极端主义组织的头领 更是一个暴力极端犯 现在案件逐渐清晰 是这个泰勒和吉文斯劫持了笑车 勒索一大笔钱 就是为了支持他们的白人极端组织运动 指挥中心经过各方线索分析 最终确定了这个白人组织藏身的基地 联邦调查局和行动队马上出发 悄悄地潜入基地 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经过一番搜索 果然发现了被开走的校车 隐隐约约已经听到屋内有人在看电视 联邦探员马上冲了进去 果然泰勒和手下都藏在此地 手下被当场基地 泰勒穿了防弹衣 但是看上去也是重伤 虽然他拒不交代孩子被关押在哪里 但是经过仔细搜索 联邦探员还是找到了所有的孩子 平安解决了这起绑架案 不过清点人数的时候 探员们发现 一个负伤的儿子不在其中 丹尼尔两人马上来到了负伤家中 果然 泰勒发现人质中居然有一个负二代 已经私下联系了负伤 收到一百万赎金后 提前释放了负二代 这就意味着 泰勒的白人组织已经拿到了一百万 联邦探员此时还不知道 有了这一百万 一场更大的袭击即将来临 被极端组织洗脑的歹徒有多可怕 这天的上午 一个女人走进了孕妇辅导中心 底下的准妈妈还不知道 恶魔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这个女人叫凯恩 是上级校车绑架案的主谋泰勒的妻子 泰勒被联邦探员击毙以后 凯恩继续带领白人至上的极端组织 进行他们的外来种族清洗事业 凯恩屠杀了孕妇辅导中心以后 还在网上大肆散播白人血统纯正的言论 不应该让外来种族的孩子出生 这让探员们非常头疼 而且上级虽然救出了校车的孩子们 但是凯恩的100万美元已经到手 有了这笔钱 还不知道这个组织会搞出什么大动静 技术部门调出了负商交赎金时的监控 锁定了凯恩拿走100万时乘坐的车辆 这是一辆福特猛禽 联邦探员和行动队马上出发 来到了车辆主人的住址 但是这辆车一直由车主的儿子卡特驾驶 卡特早已不再回家 看来这个卡特也加入了清洗外来血统的组织 此时的凯恩已经在黑市联系了一个卖家 购买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 凯恩准备让全国看到他们的动静 联邦调查局一直追踪凯恩乘坐的福特猛禽 等他们追踪到达交易地点的时候 凯恩已经带着手下离开 探员在旁边的垃圾堆 发现了一些远程操控玩具车 车内的接收器和遥控器已经被取走 经验丰富的探员一眼就看出来 匪徒可以利用这些制作远程引爆的炸弹控制器 这下让联邦调查局高度紧张起来 必须动用一切资源 确定凯恩想要袭击的目标 终于警方发现了卡特的福特猛禽的踪迹 他正开车去往郊外 被联邦调查局和警方前后躲住 但是这个卡特也被白人血统治上的言论洗脑 完全不管不顾 居然单枪匹马就敢与数十倍的警方对抗 当然被当场打成了筛子 探员检查他的车辆时 发现后车厢有一具尸体 看样子是准备去郊外埋尸 通过指纹采集 这名死者是个大型场馆的安保 他的制服要是证件和装备等等 全都被人拿走 这就说明 匪徒已经装扮成安保人员 进入了死者看守的场馆 这是一所大型外租场馆 今天会有穆斯林民族大聚会 看来凯恩的组织已经伪装成安保 进入会场安置了炸弹 这让联邦探员非常紧张 火速带队来到了场馆 这里已经人山人海 想要查到炸弹的位置 简直难上加难 如果现在疏散人群 恐怕会打草惊 是让凯恩提前引爆 当务之急 抓住凯恩和他的手下 是最好的应对措施 如果想要遥控操控炸弹 那么凯恩的位置 肯定是在场馆附近 果然 伪装成普通游客的联邦探员 已经发现了凯恩鬼鬼祟祟的手下 其他探员还在搜索炸弹的位置 比较幸运的是 他们在地下室的储物室 找到了这枚炸弹 在这个位置引爆 几乎可以将整座体育馆摧毁 场外的杰斯队长已有发现 凯恩正坐在不远处的场椅上 狙击手马上就位 探员们开启了抓捕模式 哈那两人装作吵架 分散了凯恩手下的注意力 然后突然出手 将这两名匪徒暗倒在地 凯恩打电话 发现联系不上手下 预感到不对劲 慌忙地掏出了遥控器 此时杰斯队长出现 开始言语分散他的注意力 眼见始终无法劝降 炸弹又无法拆除 此时狙击手已经瞄准了凯恩 于是杰斯队长默许了狙杀之力 终于剿灭了这伙范下 竖起大案的极端组织 恐怖分子的袭击手段 越来越与时俱进 这是一架改装后的武装无人机 歹徒利用他遥控实施 整起事件发生在两天前的晚上 两个网上认识的网友面积 本来还在狼情惬意 但是一个洛塞胡突然出手 打倒了屋里的小黑 随后掏出匕首 将小黑残忍的杀害 联邦调查局很快打赴现场 小黑曾经是从阿富汗撤军的退役大兵 除了不喜欢女人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联邦探员不明白 网友见面怎么会引发 如此残忍的凶杀案 小黑有一个同期退役的战友 现在是建筑公司的主管 两人关系一直比较好 探员准备找他战友 问问平时小黑的社会关系 今天是战友一个工地的开工仪式 联邦探员刚刚到达这里 经过一番寻找 探员锁定了狙击手的位置 狙击手还没来得及逃走 刚好被联邦探员堵在屋内 狙击手正是昨晚杀死小黑的洛塞 他和联邦探员边打边逃 终于让他先一步逃到楼下 将副驾驶的女人一把拽下 随后逼迫司机赶紧开车 虽然狙击枪没有留下指纹 但是狙击手瞄准使脸部触碰到了狙击枪上 留下了些许敌内残留 经过比对 和杀死小黑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美军撤离到了美国生活 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展开屠杀行为 联邦探员来到了政府 为撤离阿富汗人安置的住宅区 原来扎拉德虽然撤离了阿富汗 但是他的几个妹妹全都滞留了下来 但是就在2022年12月份 塔利班宣布所有女性不准上学接受教育 美国却没有按照约定接触自己家人 所以才产生了报复美国的行为 警方已经找到了扎拉德抢劫的车辆 可惜的是 车主已经被他杀害扔进了后备箱 正在这时 扎拉德突然在网上开启了直播 他和自己的支持者绑架了一名 在美国任教的阿富汗教授 就是因为教授是公知 经常宣扬美军对阿富汗人的好处 这才导致扎拉德投靠了美军 结果撤军士抛弃了太多 为他们服务的阿富汗 导致这些人大多被屠杀和迫害 扎拉德宣判了教授的死刑 在直播中将教授处死 联邦探员根据IP地址 找到了直播的地方 但是扎拉德和同伴早就离开了这里 现在扎拉德已经逐渐癫狂 他的报复行动一定还没停止 果然 扎拉德已经和同伴一起 将普通的无人机改装成了武装无人机 预示着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哈娜侵入了扎拉德的邮箱 发现他有一封定时发送给媒体的邮件 发送时间还没到 但是邮件内容透露了他会制造一起大屠杀 让美国政府见识他们自己带来的恶果 联邦探员马上筛选可能被袭击的目标 麻省理工下午有一场新闻发布会 主题就是吹嘘美国对阿富汗产生的积极影响 这里极有可能就是扎拉德的袭击目标 联邦探员刚刚抵达会场 一架无人机已经飞到了人群上方 探员们还以为是普通的无人机 不料有人遥控闸开了恐怖袭击 一时间会承认这一步 探员紧急寻找操红者 终于发现了扎拉德的困难 这边哈娜也发现了路边奇怪的箱式火车 极有可能是扎拉德开过来 于是双方同时出击 虽然击毙了罪犯 但是无人机仍然在疯狂扫射 探员马上去枪对击无人机 连续开枪才将其击力 如果美国的核酸检测被歹徒利用 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州长做核酸 那么这次刺杀州长的行动 根本让人防不胜防 核酸检测员将棉签抹上了致命剧毒 先是给保镖捅鼻子 然后就是毫无防备的州长 整个采集的过程不过一分钟 但是很快保镖就浑身抽搐 随从警员将他拖下车的时候 保镖已经当场断了气 接下来州长也觉得不对劲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州长和保镖就被杀手成功刺杀 时间回到头天晚上 三名律师正为了一起案件的圣索而庆祝 突然开来一辆黑色SUV 三名律师当场被乱枪打死 三名律师同是一个检察官的副手 他们定罪的犯人实在太多 最近几年的暗中堆积如山 想要查出得罪了谁简直是大海捞针 案发现场只有一台最老式的监控 角度很窄 根本拍不到车辆的车牌照 更不用说凶手的面貌 不过堪于害几人的反应 很显然和凶手是认识的 正在联邦探员四处寻查凶手的时候 一名中年男人出现在 受害者上司检察官的办公室 只见他熟练地打开了密码箱 拿出了里面的一袋东西 随后镜头一转 这个检察官也被男人杀害 离开没多久的联邦探员再次回到办公室 这个检察官的整个办公室四人全被杀害 这就很明显是针对这个办公室的行凶案 联邦探员咨询得知 保险柜内是检方刚刚取来的证物 一包剧毒药剂 本来是上庭要用到的 这让探员感觉到 也许是检察官正在办的这起剧毒案 引来了杀身之祸 进出检察院必须经过严格盘查 任何人进入必须实名登记 但是检查了所有进出记录 都没有一个可疑人员 检察官办公室没有监控 于是探员调出检察官 遇害时间地下车库的车辆进出记录 由于已经过了下半时间 车库的车流量并不大 最终一辆黑色SUV进入了探员的视线 这跟杀死三个律师的车辆非常吻合 但是令大家吃惊的是 这辆SUV居然是六驱寻回法官里尔克的车 这让大家难以置信 法官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但是随着深挖 被杀的三个律师经常与里尔克法官唱反调 甚至想要指控他贪污受惠看人量刑 这让探员不得不怀疑法官有这个动机了 联邦探员马上来到了法官家中 但是夫妻已经分居 妻子也不知道法官现在住在哪里 聊天中得知 法官仕途不顺 在这个位置做了20年都没有晋升 让他开始怨天尤人 甚至经常对妻子家暴 这么看来 法官的嫌疑越来越大 曾经法官的手下现在都成了参议员 远远高出了法官很多级别 根据参议员透露 最近法官正在申请上任大法官 但是他的名声很差 档案也被写臭了 而是选中了被杀的检察官进入考察视线 这下线索对上了 应该是法官根本不考虑自身原因 而是觉得人人都在针对他 加速了他的情绪崩溃 最终孤注一掷 一一清除他心目中的敌人 这么一说参议员也有可能是袭击目标 联邦探员马上安排人保护参议员 全面出动通缉利尔克法官 此时法官已经换上了核酸检测员的防护服 来到了市政府门口的核酸检测底 刷了工作卡以后 出现的居然是另一个检测员的信息 但是法官和这个检测员长得比较相似 加上又戴了口罩 换班的同事并没有察觉到异样 此时联邦探员接到报警 监控拍到一名核酸检测员被利尔克法官杀害 并且拿走了工作排防护服 拍走了检测员的车辆 大家非常纳闷 利尔克去杀一个检测员做什么 看到照片才反应过来 检测员和法官长得太像了 那么法官一定是利用检测员的身份要去做什么 此时市长的车队已经来到了核酸检测 必须做了核酸才可以进入市政府 法官出示了检测员的身份证件 没有引起保镖的怀疑 顺利地给保镖和州长做了核酸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州长和保镖双双毙命 联邦探员此时才查到 检测员最近被分配到了市政府门口 联想到法官从保险柜区走的距离 法官是要去暗杀州长了 可惜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州长和保镖已经无力回天 但是法官也没来得及跑远 刚刚冲进车内发动了车辆 联邦探员开始发动萨博班 对法官进行全面围堵 最终在大家的合力下 将法官击毙在检测里的车内